那我们回到大盘 我们来谈一下大盘 还是要来谈大盘 来大盘的日K线给一下 这是大盘的日K线 今天收在23192黑K棒 已经是连续两根黑K棒 冲高之后 现在来回补这个缺口 大盘各位怎么看呢 后市我们看短线 11月5号之前 后市看多的请给圈 我们来看 1 2 3票圈 一票差一票在中间 我先问差的来 因为我觉得 一想到川普要当选了 减税 这个国债要增加 那个贸易 那个预算资助会大五的扬升 你别忘了川普在就 在任的时候 他们的美国股市是创历史新高的 对 但是现在市场上 为什么殖利率会一直上升 就是想到说 他又减税 那就没有收入 他又要增加国债 那又资助又增加了 那预算资助已经大五的扬升 那资金根本 一而一没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因为川普的声势还是这么高的话 我觉得盘势的话 所以你是给差 对 我觉得盘势比较没有表现的空间 但是我还是认为台积电稳定度还是很高 好 放中间的是木华 对 理由是什么 因为有台积电 所以大盘跌不到哪里去 但现在台股面临到台积电困境 台积电困境 对 就是说台股现在台积电独强 然后又占那么大的权重35%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困境又非常明显 阿关你看旁边那张图 好 来来 大盘扣除台积电 大盘扣除掉台积电 来 14000点 所以台积电足足贡献大盘1万点 1万点 所以你把台积电扣掉的话 大盘现在是14000点 来 木华帮我们来看大盘好了 因为你做了好多功课 对 天气变冷 股市也变冷 所谓台积电困境是什么 今天刚刚蔡总讲大盘1比4 上涨加速是1 下跌4 贵买也是一样 贵买跟这个集中交易产 今天下跌的加速加起来 差不多1500加 贵买今天压力更大 对 贵买跌了1.5% 而且一路这样下 所以中小型股票杀得很惨 所以今天大家体感温度都很冷 不是只有天气变冷 体感温度真的很冷 股市体感温度很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腾落指标 几个礼拜以来 我上演节目一再讲这个腾落指标 就是所谓台积电困境 你看到这条红色线 一直往下 可是指数有没有很明显往下 蓝色线是指数 没有 这个腾落指标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上涨跟加速的一个 呈现的情况 各位看到到昨天 上涨的加速跟下跌加速是近的 负的884 就是说下跌的加速 比上涨加速多了884加 今天更严重 所以今天的腾落指标会更下去 可是大盘有没有很明显下去 没有 所以我想说这叫台积电困境 什么叫台积电困境 扣掉大盘 扣掉台积电只剩下14000点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积电相关的 或者台积电在涨 其他股票不跌 所以为什么刚刚举中间 因为你如果今天只看台积电的话 大盘跌不到哪里去 你说台积电会跌到哪里去 1000块我认为就是地板了 1000块跌破100 一大人下去 跌破1000块一大人下去了 1000块地板 法人也都知道1000块地板 明年看那么好 2奈米我们刚刚讲了 3奈米 2奈米 这些高阶资产全部看 对啊 你像台积电是不是 就是稳在那边 所以在选前 台积电撑住大盘 你说指数能跌到哪里去 但是其他股票不涨一直跌 所以大盘也不可能只靠台积电 这是为什么你放中间的原因 对 那你可以看到 我认为在到选前 大概大盘是震荡 就是区间 那中小型股票压力比较大 那因为就台积电撑住 指数跌不哪里去 很夸张 你看到台积电现在 我从交易所今天早上抓下来的资料 台积电现在目前占大盘的权重35% 35% 他一档股票占35% 我们看到第二档红海3.6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台积电太好了 但问题是 问题是一般投资人怎么办 把所有的指数空间他都给吃掉 所以我问你一般投资人怎么办 全部把所有钱拿去买台积电吗 不能去买台积电零股 然后如果再不行买台积电ETF 我今天举个例子 假设说您有500万 你会全部扎下台积电 你知道台积电很好 但是你会全部扎下台积电吗 我刚没有做股票 我会去买台积电附近的房子 所以基本上 大家也不可能把所有钱 知道台积电很好 但也不会所有钱扎下台积电 那其他股票不都死了 而且如果大家把所有钱去扎台积电 台积电权重会不会更高 他股价会不会更强 所以你看到今天涨什么 太集中化 对 太集中化 就是台积电困境 那你看今天涨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些股票 讲实在你有几档认识的 我来看一下好不好 你有几档认识 这个是今天最 我这样讲 这是这个礼拜最强的 你看到这一档涨40% 到今天涨停板涨40% 观众朋友 现在在电视机前 我念完之后 你数一数你认识几档 对 展达 绿界科技 绿界我知道 灵光 灵光我知道 对 灵光我也知道 虎门科技 达航科技 恩德 立新 杰坡 光灵 鸿鸣 你知道几档 这个绿界科技我知道 灵光我知道 虎门科技我知道 然后这个杰坡 光灵我知道 其他的我都不熟 知道无党 有听过但是不熟 但是不应该问蔡总 因为蔡总说多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违背良心 但说少了呢 会影响到他的权威地位 一般的分析师 顶多也差不多一半 那你认识几档 差不多就四五档而已 这样讲 蔡总真是诚实商店 这样子啊 阿关我这样讲 蔡总在财经签的地位 他竟然承认 他只认识五五档 这个很正常 因为台股现在1800 台股现在1800档股票 你叫大家 每一档股票都认识 干不可能 我这样讲 这十档 我知道几家公司的名字 但我可以跟各位 很诚实的报告 不知道他在干嘛 我一档都没有买过 我从来没有买过 他们的股票 那我是知道一些名字 我有一些听过 但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所以你说 为什么刚才讲说 选钱不太容易涨 因为你看到这些大股票 鸿海广达日月光投控 是不是都大拉一波了 有没有拉一波 很明显 你看到这样拉一波 拉一波 明年这三家 日月光投控比较不那么明显 但广达鸿海有 我看到法人的报告 明年这三家 EPS的增长 我们不要讲营收增长 EPS增长这三家 少折20% 多折30% 那该涨 所以 但是问题是 他已经拉了那么大一波 他这个地方 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 缠一下 所以为什么大盘不动 因为这些 会让大家比较有感的大股票 他也不动了 他已经进入修正 我们认同的 他已经涨过了 对 那我们不认识的 一直涨 我们也不敢买 我们来看 那低基期的呢 那低基期的像创意 你看看 开始往上慢慢拉 但是呢 基本上我觉得 他还是要价量表态 继续走 那另外星星 这个是昨天的奇葩 对 因为爆大量 外资报告说 他明年的目标价300 阿关你看他今天是多少 165 你看他外资报告说 明年是 而且是 非常有 有名的摩自备的外资 摩自备的外资 说他明年目标价 给他300 说他EPS到20块 今年估6块的 6到7块EPS 说明年EPS会20块 EPS会double在成长 那你说这样子的股票 能不能买 现在是165 明年股价看300 目标价 所以说呢 基本上 我不是说大家去买星星 但是你可以看到 外资报告一出来 他有放量 但今天马上的量又缩了 又忍下去了 又忍下去了 所以他没有续航力 对 所以说这种底部的 形态的股票 你可以注意 但是基本上续航力就是问题 好 那么飞电族群 飞电族群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宝瑞 今天试图要拉 但是他拉一下 这个又留上影线 至少人家是红棒带上影线 还可以 星象则是我觉得可以长线 大家可以关注的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就一路一路 缓步的推 你就看到他见回不回 就这样一路推 所以基本上股票 我觉得最后做结论 台湾的股市 应该是要百花齐放 而不能执掌台积电